近三百年来第一风水奇人,竟还是蒋介石的先祖,他就是人称帝先的明末勘于术大师蒋大宏,也是继黄石公、郭仆、杨云松之后的悬空风水的一代宗师。 他不仅是知名的晚民抗清智士,一生围绕着反清旧王而进行,一度因为国破家亡,过于清廷追捕,只能皇冠入道,以避世事。 在康熙年间,他拒绝了清朝的博学洪词科举剑,最终隐居山野耕读养家,兼以清乌树虎口。 不过由于近代以来风水界的流派争执,使得很多人对他有很大的分歧和误解。 蒋大宏、明科、自平街,又自大宏,自幼丧母,终年丧父,明末清除人,是居华庭张泽,也就是如今的上海松江区张泽镇,生于西元1620年,正秦于1714年,先受九十有四。 常有传民国前总统蒋中正先生为其后人,过去是因为浙江蒋氏族系分杂,因此无从论证,重真七年,18岁的蒋大宏,随海内大如陈子龙喜诗词,周旋于江南党社之间,所学涉猎诸多,天文,地理,阴阳,历法等军有。 尤其对兵家的行军作战感兴趣,但实质奸臣当权,他空有一身能文能武的本事,但是始终无法斩其所学,他性情豪放不羁,长同好友意气纵麻,狂奔痛饮长思高歌,被当时的人称作有骨子侠义之气。 他最开始就跟着父亲安息公学习行乱的风水,然后又跟着吴吉子学习了悬空风水,正变大江南北的古今明目,自此他融合各家之法,先后又学习了吴天柱水龙法,吴仪道人阳宅法等。 十年之后,蒋大洪四处游历,即清囊经,清囊序,清囊奥语,天狱经,督天宝诏经等堪语五经成集,并为其作著,名为地理辩证,勾勒出风水数数的玄奥之法,从万缕错乱的风水学学理中,整理出一些证件。 是后世风水学者波云渐日,心眼洞开,成为继黄石工,郭璞,杨云松之后的悬空风水的一代宗师,因蒋公参与反清一举,其人事迹,清人诸书之略加记载,甚或有意含混其词,因此蒋公的生族年,生平经历家庭等情况,在各种记录中呈现出博杂,相互抵武的情况。 一代帝先蒋大洪,传说是蒋介石的先祖,被称为近三百年来第一风水奇人,他在风水上究竟有何见解呢? 古人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,看一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好,水的优劣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。 然而中国的地理堪语著作多不胜数,对于水的论述却不多,因此明末清除著名堪语大师, 蒋大洪所著的《水龙经》系统而详尽地总结了《水龙相法》,专论平阳水法之庙,在诸多风水著作中堪称一绝, 水是山的血脉,利人和害人没有龙血都是由水口来定的,就算是龙脉真有,学位也点对了, 但是水这一条因素没有弄好,最终也成不了大气候。 由此可见,水在风水中的重要性,在清朝勘语学家江瑶所作的《丛师随笔》, 就曾记载了江瑶诗从蒋大洪游学时的《随笔》所记,其中《随笔》中有一个这样的故事, 一日蒋大洪与弟子江瑶,在绍兴昌安见某家下葬, 却被为东家相帝的几名帝师嗤之以鼻,那几名帝师甚至出言讥讽道, 这不就是那个经常把天机不可泄露挂在嘴边的地先蒋大洪吗? 随后又先入为主地表示,如此天之所赐的好地, 东家也自夸其地龙血山水之美,不劳蒋公泄露天机, 蒋大洪停后没有任何反驳,但是其中有一个小公告诉江瑶, 这几位帝师皆是抄袭蒋大洪三年前,为别人下葬的愁山卫像之墓, 这家主人眼前三年前的那户人家发了大财, 于是私下找了几个帝师效仿蒋大洪的作品, 将自家血葬按愁山卫像间更坤三度下葬, 江瑶将这一切如实告诉蒋大洪,但蒋大洪并不以为然, 只是沉吟片刻后,告诉弟子,过不了多久这家主人, 就会因犯五皇义事而死,结果葬后不到五天, 这家主人果然坠马摔死了,按照三元九韵的说法, 当时是二韵几亥年,该年流年飞行五皇也道更方, 则更供双二五交加,损主之格, 这篇随笔也说明了礼器的重要性, 其实真正的风水并非只是不降行轮的礼器派, 而是依靠鸾头的主体, 礼器的配合,加上天星的选择让其发福发跪的, 被后人尊称为地先的风水大师, 传说他是蒋介石的先祖, 近三百年来第一风水奇人有多急, 对于风水师而言, 罗盘是堪于风水的重要工具, 相传在远古时期, 赤油在与皇帝对战时, 常用吞云吐物之术, 使得皇帝军中浓雾大作, 皇帝没有防备之下果然被困, 幸好身边有一贤臣名叫丰厚, 此人精通武术, 显出他多年心血研制的指南针, 使得皇帝在与赤油作战时反败为胜, 不过赤油虽被斩首但阴魂不散, 时常游魂于指南车内, 使得军车在无人驾驶也经常会自己行走, 后来历经武王法咒, 刻了赤油像并贴上符咒一座护法之用的指南车, 才得以安宁, 一直到了唐朝, 经过杨云松等诸位风水大师改良, 罗盘得以在民间广泛使用, 但依然难脱神秘色彩, 另外不同的种类的罗盘, 也有不同的用途, 罗盘尚所纳入的符号, 可给我们的提示信息也不同, 目前风水学派中所用的罗盘共分三种, 一、三合盘, 最早由南北磁集紫武县确定, 被称为阳盘, 又称地盘, 由于南北磁集的地理偏离, 阳宫在罗盘中增加一层方向圈, 称之天盘缝针, 二、三元盘, 三元盘又称为蒋盘, 为蒋大宏所创, 按照天元卦, 人元卦, 地元卦, 也就是天地人三才区分阴阳, 三、元和通用盘, 元和通用盘结合了三合盘中的地盘正针, 针盘中针, 天盘缝针, 及三元盘中的六十四挂圈, 及盘中的其他圈, 中国风水学分形式派和礼器派, 行式派用三合盘为主, 礼器派用三元盘为主, 蒋大宏的墓穴在绍兴府汇集县东南, 据成约十余里十番山下的林家慧, 象形取义, 相传为螺石土肉形, 普名马龙头, 归根结底, 之所以现代很多人攻击悬空风水, 也许是近代的悬空书籍奖礼, 而不中言形式, 误导了很多学习风水的爱好者, 但是蒋大宏作为三元风水的一个关键人物, 清末六大悬空派别皆由他而来, 传下书籍不多, 因而颇具争议, 其实各花入各眼, 无论哪一种风水学派, 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, 都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, 好了, 野化老故事, 咱们到哪儿了, 我们下期再见了。